我们将念了这几句话 念一遍 欲诸保重 法宝是实宝 是真实宝 今世后世 今世得理 后世也得理 那知涅槃 这是最高的 能为究竟圆满的利益 帮助我们朕大涅槃 金金中的宝字 习句如上主意 所说之法 是真实法宝啊 此法 至妙无上啊 故 与之为保 用保来比喻它 此法 能满中业 故与为如意之保 若切知此保 就是持明之法 行于之明啊 下面说 该念佛之心印 金骨不坏 犹如金刚 古成为 报应 海鲜老和尚 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念佛行印 金骨不坏 犹如金刚 海鲜老和尚 九十二年 一句佛号念到底 时时刻刻 未曾丢失 佛 如 观佛三味金 观佛秘贤品 这里头有个比喻 啊 啊 譬如 有一个 贫 贫穷的人 一 豪归 一时 啊 依靠 豪蒙贵族啊 啊 生活 时休 王子 春休 至 大宝瓶 冰内 藏王 宝阴 啊 瓶子 乍来 清腹 拿 宝瓶 逃走 啊 王子 却之 十六大 冰臣 啊 冰神 这个就是 古时候 古时候讲的 奇兵 六 黑象 追之 持平的人呢 走到 空野 车 车 啊 走到旷野 池兆里头 读学 自四面来 云烈 之平之 啊 智平之 黄 惧而 东西 之走 见 空测中 有一大树 翁鱼 头顶报平 判数而上 十六宾 急尺的树下 平人 进而腾 往报印 以首覆灭 六黑象 以笔 小树导致 平人躲地 身体散坏 唯精英在报平中放光 读学见光四散 这是举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比喻 下面佛说 佛高二难 助于念佛者 心音不坏 以佛如是 比喻 保印不坏 身体坏了 保印不坏 那么这个保印 就是这句佛号 这句佛号 要真心 要切约 要加上这两个 没有真心 没有切约 纵然念到书透了 他不能往生 我们要记住 偶叶大师的教会 大师告诉我们 能不能往生 全在 信愿之有 有信 有愿 就决定往生 没有愿 没有信 就不能往生 所以信愿 太重要了 平位高下了 是 念佛功夫的前身 那也不是念佛功夫多少 念佛功夫前身 功夫前身 跟信愿有关系 特别是根月 念是求生 建徒 对这个事情 要淡化 不能留念 要看谱 如果对这个事件 有留念 纵然往生 平位很低 不高 所以讲功夫前身 不讲 念佛多少 当然 念佛多少的时候 他是自己用功的方法 我们看到 黄念佛 往生之前的几个月 每一天 十四万生佛号 对顶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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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你 日夜不间断了 睡眠的时间 不妥 十四万生佛号 这是菩萨 为我们实现的 教导我们 我们念几句就忘掉了 念几句就断掉了 跑了 妄念起来了 佛号没有了 这都是烦恼 习气 太重了 如何对质 烦恼 无过夜心 成念 古人也有讲到 为什么 念佛不能恳切 是生死心 不切 如果真正为了 生死 那个心就很切了 所以 你寻览光大使 写一个大的死字 放在佛堂当中 有道理 看着 我就要死了 怎么办 念佛 生死心切 佛号自然就念上了 所以 世语要切笛方向 阿 尼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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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